忘了个擦了 猪王又出来放风了 所谓人中已过 马中吃座 猪中杜洛克 这货的品种就叫杜洛克猪 可谓是猪中的王者 这剑说的机肉 简直就是决决子 猪王每天的任务都很重 白天必须出来晒晒太阳 活动活动静悟 晚上的任务会更重 没办法 能者多劳吗 为了不让猪王乱跑 每天放风的时候 力之姐都会跟上 猪王有时候容易偏离方向 特别是看到其他猪的时候 力之姐的任务 就是保证猪王的安全 能把他带出来 也能把他带回家 猪王迈着六七不认的步伐 相当潇洒 猪王昂着猪头 他很傲娇 一副不懈的表情 不不再展示他高贵的身份 没办法 就这气质 挡都挡不住 泰特喵的要演 猪王这一身发达的肌肉 野猪佩奇看了独自探不如 这对说了大的历史 游猪蓬蓬看了都只有头 这迷马哪里是历史 这就是柚子 这要生活在非洲大草原 估计没有一个是能活到成年的 像猎老二或者野狗的这些该溜 天天守在猪王的家门口 出来一个赶一个 出来一队赶一双 要是不出来的话 那就请打工报过来撬门 想办法也要弄出来赶掉 可是猪王的快乐 是蓬蓬和佩奇想象不到的 猪王每天过着一时无忧的生活 不用担心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也不担心自己没有对象 就这样说吧 猪王过的是皇帝一般的生活 后宫家里三千 根本忙不过来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